因为你真的好久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了 那我们都知道你是三宝吗 尤其是今年这个小龙女诞生 大家都哇很开心 可是你势必又要再花很多时间 在这个家庭上头 这个是你甘愿的吗 你有退出演艺圈吗 你有 我从来没有 你从来没有退出过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 小孩刚出生需要的时间是比较多的 那我就会比较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就在孩子身上 然后像就是 就感谢您的邀请 然后我可以出来透透气来上上班这样子 那我其实是根本没有所谓的 就是很多人说你什么时候付出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付出呢 我也没有退出过 没有退出过 对那只是真的时间是在孩子身上比较多 但是我有在育儿的空档之余 我也去上了表演课 上了很多的表演课 那我觉得我现在身为母亲 我觉得我在未来再接的角色上面 我会觉得更宽广 我也不会担心说 我很好奇 你反而是觉得更不射线吗 因为大家普遍的 对可能很多观众来说 就是因为女演员是必须 你要很亮丽 你又要很有实力 我们要求 对你们要求是相对高的 可是亮丽这件事情 你要你生而育女 往往比较难保持亮丽这样子 但是你不会射线吗 在家里对确实就是不能量力 就是大鲨鱼夹 婴儿哭了孩子哭了 就是鲨鱼夹夹了 然后还没刷牙洗脸 就算着睡衣很邋遮就跑去赶快弄小孩 对都是这样子 那是很正常 我觉得每个妈妈都是这样子 每个母亲都是一样伟大道 她们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可是我觉得我身为母亲之后呢 我觉得我接下来再挑选角色 我就会更多的角色可以选择 我反而觉得说当了一个母亲 我经历的事情更多了 我看事情角度不同了 我觉得我可以我的世界更宽广了 我觉得我更成熟 我更长大了 而不是在以前的只有一个自己 因为我在这一串的陪伴牺牲 或者是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得到很多的启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上面来讲 我觉得对我未来的工作是加分的 我说真的 对显然光是你可以生三个 就显然你就是根本没有在怕 自己会因为成为三宝妈女演员 被贴标签而受限 然后我也觉得是很棒的事情 因为感觉你就是一直松弛感 保持一个就是随缘 随遇而安的态度这样子 但是大家都会说你是士官长 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要挑战的 可能相对比较柔弱的 或是身为母亲的那个坚强 就是比较女性化的角色 对 我就是想接女性化的角色 譬如像是 对对 就是因为以前都已经尝试过 比较tuff的角色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 我觉得母亲 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现在的在家的角色是母亲 那身为母亲 我也是人家的媳妇 我是人家的老婆 那我觉得光这三个角色 我就可以伸展出 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格特质 那很多的戏剧 我都可以接触 都可以去结洽 我觉得 如果说要提一个 role model 比如说好莱坞 或者是欧洲国家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角色 譬如说 女蜘蛛人 或者是 有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角色 反而是像沙利赛龙 我觉得沙利赛龙 他像女模特啊 monster 帅 对 对 他那个是 其实从一个超模变成 哇 这么胖 然后是一个沙尔摩这样子 或者是说 他有演一个角色是 他是孩子的妈妈 然后 到最后的故事结果 他是其实都是幻想 他那个故事中的朋友 其实都是幻想 因为他生活中没有一个 他老公不是神队友 所以 他说的跟朋友出去 或是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都是幻想 那其实有一点在讲母亲内心的心态 其实他需要帮助 哇 难怪你刚才会说 对 的确过去那些可以丰富你的人生 让你的表演其实是更有素材 对 我就不会只是以前的自己 对 更丰富 那你除了你的演员 你可以希望你可以突破过去的角色 你可以接到比较女性的角色 柔门角色也好 或是更 更多的这个挑战性 那 整个演艺生涯 我也很好奇你 会希望自己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 目标 你有什么期许 做好每一个 就是完成每一个当下 做好每一个当下 当我做好每一个当下 就是累积下一步的能量 跟我的动力的来源 心中会有一个远大的梦想 那那个是留给我自己的 但是 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 我怎么样去在当下去努力认真 然后 接到之后 我怎么样去 让自己跟贴近角色 或者是如果这个角色是我的话 他会怎么做 就会我会丰富这个角色 这对我而言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坦白说 今天的来宾 虽然是我的姐姐 但是我们真的还是第一次 这样子面对面坐下来 那这样子 逻辑性的 比较组织性的来聊这件事情 坦白说真的是第一次 那所以也真的很谢谢你 刚才有很多的分享 其实也是听得一由未尽 那么我相信观众朋友 收看我们新闻观测站 不管你是女性或是你是队友 或者是你还在观望 还没有进入结婚市场 今天相似的分享 都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跟收获 那么当然同时 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子低线民众 对于我们这个整个政策 很有感的这些回馈呢 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政策 可以从上到下的更好 好让我们更安居乐业 好 来唯一 谢谢大家